黑客入侵动物园放走了所有动物 大街上立马变成了一片废墟 消防员接到报警赶来 发现一只长颈鹿正在散步 随后回过头 一头大象正朝他们走来 吓得消防员们连连后退 一时间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就在这时 一阵微弱的呼救声传来 众人这才发现 角落里的男人 原来男人就是报警的人 他只是去动物园里玩了一下 结果就被冲出来的动物咬断了腿 消防员问他是什么动物 结果男人也不知道是什么 只知道他的嘴很尖锐 自己从来没有听到过 还能朝人喷射毒液 消防员更是没有听说过这种动物 随后男人说自己的好友 还被困在商店里 那个可怕的生物也在里面 队长立马安排队员过去救人 随后女队员走进商店 发现了躺在地上的男人 并且男人的耳朵有个缺口 消防员怀疑 这头动物是一只食肉动物 肯定非常的残暴 也就在这时 凶手走了出来 我的天哪 原来这头凶残的动物 是一只羊驼 并且嘴上还都是鲜血 消防员十分崩圈 难道羊驼变成了食肉动物 女消防员解释说 羊驼其实有狂暴综合症 别看外边温顺 只要被激怒 就像是脱缰的野马一样 带谁咬谁 随后队员拿出一包薯片 慢慢把羊驼引到旁边 队长趁机靠近男人 把男人拉了回来 就在大家准备撤退时 消防员的报警器 突然摔在地上 急促的警报声 立马惊动了羊驼 奇怪的是 羊驼并没有朝两人进攻 只是不停地大叫 就在这时 另一只羊驼跑了出来 朝两人冲了过来 二人立马朝门外跑去 远离了羊驼的攻击 队员们都嘲笑他们 被一只羊驼吓跑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 羊驼发疯起来 比野牛都要厉害